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月步課,我是水某刀 在看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之後 從中體悟出了一些觀點 我們會利用四到五集來做方言篇進行探討 這次的主題是《成績與未來》 哎呀,沒想到你會來耶 這邊有杯茶,你就先將就一下吧 沒關係,沒關係 嗯?你的孩子還在讀書嗎? 對啊,不知道那兔仔子到底有沒有在認真 還是繼續玩他的手機 唉,最近晚上陪他讀書 可是他都一直讀不好 每天都陪他讀書 有這個必要嗎? 有,都怪我 我之前就是太忙了 沒有時間陪他讀書 導致他現在這樣根本就讀不下去 會不會是你逼太緊了? 沒辦法,現在不逼他不行啊 孩子的未來,不管是一帆風水或是窮呼撩倒 都是我的責任啊 我明白了 身為老朋友的我 嗯,想跟你講句實話 你的問題在哪裡 你的意思是說我的管教方式有問題嗎? 對 你也太管閒事了吧 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學習考一課 這有什麼觀點性? 別管那麼多 你先回答我的問題就好 其實這個也很簡單啦 因為當時家裡窮 所以想要早點幫家裡分擔 所以決定好好讀書 嗯,那你兒子為什麼要讀書? 這不就是為了順利找到工作嗎? 他考不上好學校該怎麼辦? 問題就在這了 當初你是為了誰讀書? 是我自己想要的 那你兒子現在是為了誰讀書? 我懂了 父母對孩子的成績肯定是非常在乎的 但是只要有一點點的進度落後 或是消化不良 便會開始給孩子壓力 而往往忽略了一個真正重要的問題 讀書這個課題是誰的? 若是孩子讀書的課題變成父母的 那孩子多半也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而讀 小刀小刀 叔叔問你,你喜歡讀書嗎? 不知 嗯,那你未來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當YouTuber 當什麼YouTuber? 做什麼? 好,高姐高姐高姐 就說了我和小刀來聊聊 你先在旁邊等著好嗎? 那,你要怎麼當呢? 我想先拍一些搞笑的娛樂的 先做做看 那實際的第一步驟 你有想過嗎? 聽聖哥哥說 首先要一台相機 好,那假設你這次的成績好 我請媽媽買一台相機給你好嗎? 嗯,好 高姐,其實孩子們都有或大或小的夢想 需要你去支持 以上就是這次的故事 讀書這個課題它一直以來都是孩子要面對的事 而父母的課題則是如何引導孩子 這故事即是利用了外在獎勵的方式 激發了孩子讀書的熱情 並且運用外在獎勵時 一定要積極地培養他對學習的熱情、興趣與自信 此外外在獎勵不能一直使用 否則將會養成孩子談條件的習慣 你該做的是培養孩子的恆毅力 給予外在的動機就像是替生不起火的木材添加火種 而恆毅力則是添加薪財 讓名為習慣的火焰持續燃燒 相信很多父母都有這樣的一個經歷 一開始孩子做了一件有興趣的事情 但長期的難度讓他深感煩躁後他就不做了 這種壞習慣很容易養成 具體來說有幾種方法可以避免 一 孩子認真投入的時候不要打擾 專注在一件事情上不被打擾能夠產生心流時刻 這時他的學習效率是最高的 二 讓孩子待在學習區而不是恐慌區 要事實底從旁給予協助或找尋當下程度最適合的教材 或是請老師教保持孩子的熱情 就是不要可以給孩子大量過難的課題 三 以鼓勵的方式培養自信心 例如你畫這什麼鬼東西啊 重畫 改成 畫得不錯耶 不過這邊換個顏色會不會比較好 四 養成習慣與規律 告訴孩子先做什麼再做什麼 陪孩子一起設計時間表 不只是學習 玩樂放鬆的時間也要考慮進去 最後 成績與未來都是家長非常替兒女操心的問題 但操心過了頭反而是在對兒女說 沒關係 你讀不好的責任是我們的 孩子會逐漸認為他們的成績只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 漸漸地變成只會讀書的機器 導致一大部分的人出了社會 都在找尋自己到底要做什麼 請慢慢地引導孩子們 讓他們自主地意識到 自己的未來是什麼樣子的 那今天要問不可門的問題是 你的父母是怎麼引導你的呢 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今天願了嗎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分享給正在苦惱教小孩的 或是父母正在搶會你讀書的 或是你對未來迷茫的人 那就這樣分享按讚訂閱 我們下次見